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棵长寿花 这一棵是没有经过嫁接的 这一棵是经过嫁接的 这个长寿花嫁接到这个落地生根这里 现在这个花期还没有过 但是这个没有经过嫁接的话 已经早早的花期已过 所以我们用这个落地生根来嫁接长寿花 可以延长它的花期 而且嫁接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非常容易成活 因为这个落地生根 跟这个长寿花是同棵同树的 现在这个长寿花也差不多也凋谢了 那么我们做一个修剪的处理 像这种的话修剪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它的根部直接剪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修剪的话 它消耗的养分太大 想要它长一些新芽没那么快 所以要给它修剪 先这些直接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欢嫁接的话 不妨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尝试一下 拿这个长寿花嫁接到这个落地生根这里 落地生根就是这一种 用这种来嫁接 因为这种生长欲望会非常的强 而且它没那么容易烂根 也不会那么容易遭到一些肥害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